就是我们在禅修的过程 或者就跟我们平常一样 我们经常会发一些愿望嘛 就是我要做什么 比如说锻炼身体 我要坚持每天走五万步 走四万步 包括这禅修 包括我身边很多朋友 他说我每天要早上要大百 五十个一百个 但是实际上我自己也经常发这种愿 但是有时候啊 反正各种原因 有时候也是因为自己的原因 然后没有坚持 但这一块 遇到这种问题怎么办 我其实也挺苦恼的 就是好像坚持的这个力量总是不够 然后总有各种因素去就做不到 然后做不到嘛 这个心里也很难受 但是这个就是个现状 那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谢谢上师 这样子啊 这个平时我们发源 发源 这是一个我们佛教的用词 就是虚愿 那这种愿呢 就是发得越多越好 比如说尤其是比如说 一些闪的方面 争免的这些愿呢 你要多发 那为什么要多发呢 就是因为这个发源 它本身就有一种力量 有一种力量 你发了源以后呢 你现在虽然是一个普通的人 但是呢 发了这个愿以后 它愿本身有力量 所以呢 总有一天呢 这些愿都会实现的 有些愿呢 我们自己在这一生当中 都能够感受到的 有些 有些我们还感受不到 但是呢 未来一定是可以的 所以发源 就是要越来越多越好 但另外一个呢 比如说 你要下决心 要做一件什么事情的话 那这个就不一样了 你不能下太多决心 你就是根据你自己的 能力的范围 你能做的东西 你就先下决心去做 下决心跟发源 这不一样的 发源就是我们主源 怎么怎么怎么样 愿一切忠诚 离苦得了等等 那这种源呢 越多越好 那另外一个 你就是比如说 我要去做某一件事情 那么比如说 根本就不切合事迹的 这种决心 你下了这样子的决心 实际上就做不到 实际上做不到以后呢 内心就是会产生矛盾 到时候自己不开心 所以这个发心 这个发源 和这个发心做一件事情 这两个是不一样 发源越多越好 发心就根据实际情况发 这样子就可以了